這道菜是要麵什麼 我要補什麼的湯麵 對 但是我們今天的烏龍麵 因為我一般我就會先給它燙過 我不會直接讓它 就是不會把它直接丟到這裡面 因為現在擔心有一些會有改良筋 會有磷酸鹽 我們如果燙過之後 也可以讓磷酸鹽溶水 就可以少吃掉一些磷酸鹽 可是它這個烏龍麵是本身就熟了 對 沒有關係 你就稍微給它燙一下 就是不要直接放到這裡面煮麵 就像涼麵的話 我也會直接先給它泡煮一下 因為把那個油泡掉 這樣可以少掉很多的熱量 對 就是油麵 烏龍麵 羊村麵也會 所有的 所有的麵 其實我家的所有的麵 都會經過燙的一個過程 然後就讓它有一些 它萬一有什麼添加劑 我們就融在這裡面了 然後這個湯底我們就不要了 就不要了 不要覺得說這個麵它會比較好吃 我們就是加這個洋蔥 我們洋蔥也多一點 對 因為我其實不喜歡吃 這樣蔥頭會甜 我不喜歡吃冷食 所以我所有的東西都是要熟的 那我們就加這個番茄 因為洋蔥番茄 這麼多人家 其實在所有的這些超香 或者是罐頭食物裡面 我們都很擔心這個纖維素不夠 這個心態不夠 所以我們就盡量多加一些 有一些比較容易熟的青菜 我們就是比較難熟的青菜 我們也下 但是洋蔥番茄 你可以多煮一會兒沒關係 因為它的味道會很鮮甜 可是像妳現在 我們才剛下沒多久 我們青菜就下了 OK 沒關係 因為這個是 比較耐煩的菜 其實看個人 有的人喜歡吃那種脆脆的 但是我喜歡這個菜 能夠稍微軟爛一點 我們就通通下來 金針菇會不會下得早了一點 沒有關係 因為它 你為什麼一直挑戰專家呢 不是 因為我聽說 金針菇最好吃煮的時間 大概就11點 對 但是因為我們 一下鍋滾的15秒 一定要撈起來 我們今天 那個是那種口感是最好 但是我們今天就不管這麼多 因為我們今天要吃的是 就是萬一颱風來的 那我們就 萬一颱風來了 對 也不要浪費 在家裡可以吃 颱風來有開了就只有超香味 說得也對 真的 這個其實我們就也準備一些沙拉 這個菜就到最後加進去 就是把它煮過 不是已經有菜了嗎 我覺得可以多吃一點青菜 可能家裡沒那麼多菜 對 為什麼菜要分兩個波段 這個是超商的菜 其實這個沙拉的菜不耐久煮 這個是我自己冰箱準備的菜 對 那就比較耐久煮 尤其是洋蔥跟番茄煮久一點 其實還比較好吃 了解 如果全部都是超商的青菜的話 我們就放後面一點再加 對 這個青菜就最後再加 就不要吃的先煮的時候 可以了嗎 老師 可以了 我們就不要煮太久 因為它這都是容易熟的 我們這個時候 下煮 然後就是反正你家裡有什麼 海鮮或者是肉 其實你都可以 對 因為如果只用罐頭 也是比較沒有那麼多的這個 其實你就隨便 你家有什麼就下什麼都可以 反正如果家裡冰箱打開 有任何海鮮 都可以 都可以 這個很厲害 因為海鮮那個湯頭就鮮了 對 然後這個 其實這個時候清雲我們就下來 又下了 對 我醬汁就不要了 因為我們減少這個什麼 減少這個油脂 鹽分的攝取 我們就把這個茄質放下 但是這樣調味 調味是妳就不靠它來調味了 其實我大概不打算調什麼味 因為我 只有鹽巴在裡面 因為我覺得 我們就直接下一些鹽巴就好了 其實鹽巴也比較多 因為青菜它也很多的鮮甜 那我們就加一點鹽巴 應該差不多了 這個菜最後再下去 對 就是 可以了 因為它已經都開始開了 我們就下去就好了 就這個也不用太熟 就稍微讓它滾過 因為我不大喜歡吃冷食 我想要稍微堵過 也可以比較補充這些纖維子 然後我們的麵 因為已經燙過了 這樣就可以了 這一鍋這個太厲害了 太大鍋了 所以這個是海景烏龍麵吧 天啊 而且如果家裡面邊下 還是什麼牛肉片 雞肉片 而且刷刷鍋 對 其實都可以 你喜歡什麼樣的都可以加進來 家裡有剩的東西 也可以一起加進來 老師 這樣是好的是不是 對 因為這個大概也都 差不多是熟了 那我們也加一點點的魚肉 對 其實我很酷愛番茄 然後洋蔥 但洋蔥可以再煮久一點 但是我們今天吃的洋蔥 就脆一點好了 好 好 就這樣 就這樣 完成了 完成了 對